各位宜蘭鄉親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 自己的國語新聞 新聞一開始 來看到陷阱局新的人事案 宜蘭縣的警察局長徐旭熙 是調派到台北市警察局的督察長 而新任局長 是由桃園警分局的分局長 高壽孫來接任 今天特別舉辦了交接典禮 而縣長林聰賢親自主持 也要求春節期間 要注重治安的維護 以及交通疏導 在縣長的主持 還有警政署矚密陳家昌的尖交下 高壽孫從現任局長徐旭新手中 接下印信 宣誓就指新的宜蘭警察局長 從桃園調派到宜蘭的高壽孫局長 支禮完備 擔任僅職有三十三年 因此縣長希望未來配合縣政 營造幸福的城市 而所要工作就是做好春節治安 跟交通 一定要提安兵運 也就是國中的犯罪以後 警察的防止切斷 一定是當前所要的工作 第一就是交通 要兵運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說 對林鄭加基 我們對大家 宜蘭羅東 整個重要的設定 我們努必配合 我們原來已經準備好這個工庫 在那裡可以交通 更加進行 另外就是 對縣長的指示 高壽孫表示將會全力完成 縣長的要求 警政署 阻密陳家昌 更是對新任局長有信心 縣長特別有指示 我們要全 我們免力 我們全體警察 一定要全力做好 資安維護的工作 因為我在交通上面 一定要維持順暢 還有要 不動 不動 一個最貼心的服務 我想來到我們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 一定會盡全力的 帶你們全體的同仁 來達成縣長的這個使命 他的學術 跟各樣內外景的地點 相當的公開 以前的局長 已經打下很好的基礎 我個人深信 他能夠在花洋廣大 會做得越來越好 宜蘭兄記者張立林 採訪報導